各位的品牌好友 陳齊寧 我們有歡迎李寧 來 先拍個照 來 你視線中間 視線中間 先這一個 先這一個 謝謝 謝謝 好 來 中間再一次喔 好 來 好 來 中間 明明跟提張 不好意思 謝謝 厲害 好 來 再一個 好 可以嗎 有拍到 好 謝謝 嗨 哈囉 明明 很開心今天又見到你了 謝謝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妮妮說 我會做主持人 然後妮妮說 那我們就可以聊非常的多 對 我們要大戰這五百一小時 捨不得離開 捨不得離開 今天妮妮呢 說真的你非常的幸運 因為呢 你身上呢 戴的這一套 這一套紅碧席的寶石的這個項鍊呢 是第一次來到台灣 你也是第一位帶到他的人 對 我剛剛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整身 起了肌皮疙瘩 大家想說 哇 這個作品的日月精華 今天就要在我身上 對 你知道嗎 這一件作品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靈感的來源 也有一個名稱 這件作品它的名字叫做Laksimi Laksimi呢 是一個印度的女神 那你可以看到她身上有三顆紅碧席的寶石 那這三顆呢 代表著這個印度的女神 她掌控了財富 幸運跟繁榮 那講到這一些呢 就剛好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精有做 所以這個理財和幸運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那近期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幸運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呢 有 我跟你說 我覺得有些事情真的是緣分 因為這件作品裡面帶有的三個象徵 我最近真的裡面就有兩個是真的在我身上發生的 一個就是財富 因為我覺得 你賺錢了 進去 對 因為每一次都很想要把Carnie的作品帶回家 然後但是都會覺得好像資產就差那麼一點點 然後就不能把心中最想要的那個美洲報帶回家 但是因為看了這個象徵之後就發現 欸 這該不會是個Fly吧 我就回去看了一下我的投資的Account 發現欸 最近真的有點賺錢耶 然後今天就帶著一個非常雀躍的心情想說 哇 今天是不是真的可以把這美洲報引起回家 所以私下我們可以再聊聊你到底投資了什麼 我們金融座可以展開我們私下的話題 最近你真的很幸運 因為不論在投資上面還有身上發生了許多非常幸運的事情 是 然後除此以外呢 你今天手上戴的一個戒指呢 也非常的獨特 它是一個雙 雙戒指 對 其實我覺得每次來現在Carnie的作品 我都會希望自己能夠用不同的面向跟大家見面 然後今天這一身裝扮其實是在我之前的每一場活動 我都還沒有挑戰過的 是一個比較復古知性女生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很符合我自己心中最有自信的女性的樣貌 就是它必須要非常的多元化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跟我手上的這個戒指做一個很完美的呼應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經典的鑽石戒指 但是它為什麼這麼獨特呢 因為它運用了三種不同的鑽石切割的方式 像是三角形切割啊 或者是T形切割還有公主切割 所以讓它在我佩戴的時候 現在Spotlight照下來就會閃閃發光 然後呈現非常多不同名人的樣貌 我覺得這個女性最迷人最自信的樣子是不謀而合的 所以今天選帶的這兩個不同系列的作品也是想要呼應一下 就是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我希望自己的樣貌能夠越來越多元 然後越來越不同 然後讓大家每次看到我都會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樣子 所以除了幸運啊有理財投資能夠賺錢還有僱饒以外呢 很重要這個戒指代表了什麼都要得到 我們需要得到事業也要得到愛情的平衡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今天謝謝妮妮 那接下來呢她會再出來跟大家做聯訪 那我們待會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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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都在哪邊就收集一些流行的資訊啊還有一些珠寶的資訊 現在網路非常發達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是非常沈迷於看手機 所以我覺得IG啊然後Facebook啊很多很多不同的管道都可以讓我吸取一些時尚的知識 有沒有曾經是真的很心動看到哪個珠寶然後買下來自己靠上自己的資訊 有啊我的那個美日必帶的Cartier的手環就是我真的肖想很久 然後在一個天時地利人魂的時候就把她帶回家了 然後 所以會錢夠錢嗎 我覺得有時候需要一點衝動然後需要一點機緣吧 就是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她已經在我口袋名單很久了 但就是在某一個時刻就對我決定要買她了 會不會以後就是有男朋友啊然後就叫男朋友買給你這樣 就不用在那邊想很久啊 如果她要買給我我也很樂意 但是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就是購物別人送的跟自己買的那種意義還是不太一樣 帶給自己的那種快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本來就是一個會蠻喜歡自己買禮物送給自己的人 然後但如果是自己真的很喜歡的人要送禮物那當然也很好 對 你最近在就是屈城市的廣告還有日子加入電影啊 那是 粉絲都希望你在戲劇上面有些新作品 那你會先加入一下嗎 有啊下半年應該就會有新的戲劇作品上面的規劃 然後我覺得因為上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也多了很多時間可以好好跟自己相處 對我來說是非常棒的充電的時間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獨處 然後我覺得剛好因為上半年剛剛好也把火神的眼淚拍完 然後之後就有一段時間可以好好跟自己相處對話 然後把自己的代辦事項 代看的書 代學的東西 都一次把它好好的做完了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心裡現在非常的富裕 然後可以好好的迎接下半年新的挑戰 然後我自己也很期待 例如說有看了什麼書或什麼 讓你覺得特別感動又成為你拍戲的養分 很多欸我好難說 但我最近看完一本書叫正常人 我自己很喜歡 正常人 對正常人 那本書其實有小有一點點厚 但是我睡前有看書的習慣 然後這本書是我睡前看了 大概三分之一吧 然後在睡覺的時候我還做夢 夢到說啊我好想趕快起來把那本書看完 所以我隔天之後我一天就把它看完 那他教你怎麼做正常人 也不是就是這世界上到底誰是正常的人 就是對 正常跟不正常沒有人知道怎麼定義正常 再笑一些 Transo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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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